中文字幕——YK 海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等等,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,狙击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是诞生著名狙击手最多的时期,世界十大狙击手二战的欧洲战场居多,世界十大狙击手占据了六个席位。 这些狙击手包括著名的狙击手西蒙海、白色死神芬兰、伊万希德、萨连特、伊古拉雅特里维奇伊林、瓦西里扎伊彩夫、马蒂亚斯海、藤洛尔等等。 而二战六名狙击手中前苏联又占据了三个席位。 世界狙击手之王西蒙海、至今保持世界第一狙杀纪录的狙击手,在二战中一共狙杀了705人,据称确认被狙杀的人数为505人。 另外还有200人未确认是否也成为他的枪吓魂。 而这位著名的狙击手就是来自芬兰的西蒙海,因身穿全白米彩妆活跃,在战场上被称职位白色死神。 苏联曾多次派人去杀他,但军没有成功,多数还成为他的枪吓魂。 有一次不幸被人击中头部,差点命丧战场,芬兰士兵发现,他使半根脑袋已经没了。 当所有人都以为白色死神被终结时,他却奇迹般存活了下来。 二战战场上的狙击手,而在世界十大狙击手序列中,中国军人也有上榜。 他排名第八,在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期间,他创下了担任击杀214人的历史记录。 他是中国史上担任,击杀敌人最高记录保持者,他就是张陶芳。 1931出生在江苏兴化,1951年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1952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,随后入朝作战。 那年才二十岁不到,随着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,天生有射击天分的他,再经过勤奋转练,练就了一身好枪法。 1953年被派往前线,在上甘岭战役中,进入战场后40天,他就成功击杀了71名敌军。 张陶芳随着击杀的敌军数量增加,敌人也开始认识到,他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,还为其专门调派了狙击手。 但是即使是专业训练过的狙击手,也未能逃过张陶芳的枪口,更别说狙杀他了。 在战场上敌人闻其名丧其胆,在入朝作战期间,据统计截至1954年,张陶芳一共使用苏质骑兵枪激发442次,避敌214名,命中率接近50%,而且他使用还是一把没有光学瞄准距的步枪。 而那年他才22岁,他是中国史上名副其实的狙击手之王,在入朝作战期间,魏志愿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战争结束后的1954年调入空军,1980年退休,2007年因病去世,本文由军以哨所创作,任何平台或个人禁止抄袭和转载, 围着追究法律责任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